大家可能覺得說 第一個天氣很冷 第二個又起很遠 這次我們規劃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好玩、好看、好吃 所以說吃喝玩樂 才是帶孩子跟大家去體驗的部分 我想簡單的問題已經有發給各位 我們這次有走了兩個自然的點 一個是高平溪、一個是萬年溪 第二個是走文化 我們探討屏東的廟宇 還有眷村文化 最後我們要帶大家去吃屏東小吃 所有的費用的部分完全免費 而且可能各位覺得說 是不是要準備單車 這次我們在規劃的部分 前面50米免費提供單車 尤其是外縣次來 他坐到屏東火車站 只要走到盤紅國小 就有單車可以輸 所以邀請大家一起來參加 單車有屏東 謝謝 我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 我知道 是